那在入腹之时 农作物也正处于 关键的生长周期中 眼下各地的小麦 正在收购归仓 夏玉米也长出了新苗 春玉米再有一个月 就可以收获了 按理说农忙暂时告一段落 但是总台记者 在山东采访的时候却发现 这里的庄稼地 正迎来一支特别的 虫冲特工队 这个虫冲特工队 究竟是怎么干农活的 它的战斗力怎么样呢 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我现在来到了 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的上唐镇 这块玉米地里 分别长的是春玉米和夏玉米 那么个头高一点 就是春天播种的 个头矮一点 就是夏天播种 那么大雨过后 当地正在抓紧时间 进行生物防治 今年的防治办法 和往年略有不同 变化就是来自记者眼前 这种小小的风球 别小看这小风球 背后却有大乾坤 这一支小小的风球里边 它是一个我们农田的 一个虫虫特工队 里边有这个 岁眼峰的1200个卵 岁眼峰是这个玉米的 天敌昆虫 赵斌说到的这个天敌昆虫 是指寄生或捕食 其他害虫的昆虫 它们在自然界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控制害虫的发展和蔓延 来维持生态平衡 和物种多样性 剩下玉米进入快速生长期 玉米鸣 玉米芽 玉米粘虫等主要害虫 也都悄悄地在地里安营扎寨了 我们会看到一排排整齐的这个小孔 这就是玉米苗去的时候 这典型玉米鸣真好爆发的这个虫害 你看它咬得多么齐 玉米鸣属于世界性害虫 它的幼虫不光是喜欢吃玉米叶 如果防止不及时 还可以在整个玉米杆 玉米碎上 挖掘长长的移动隧道 等到了成虫 就会变成长翅膀的千飞害虫 还会再次产卵后钻入玉米碎内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虽然玉米鸣危害不小 但研究透了它也不怕 既然地里有害虫 除了帮农户做好基础预防之外 山东供销现代农业发展集团 农夫团队还请来了玉米鸣的天敌昆虫 来精准防止 我们这个最上策就是用刺眼风 我们利用一个生物防止 这个生物相生相克的一个原理 是一亩地要撒八个球 大概就是接近一万个刺眼风 进行生物防控只是我们服务的一个环节 我们还提供耕种管输 全流程受化服务 助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